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iPhone上面到底 需不需要把你没有在用的App 从背景里面关掉 另外呢我们也会讲到 如何让iPhone自动删除 你已经一阵子没有在使用的App 还有呢就是在Safari上面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说 如何一次关闭所有的分页啊 或者是让它定期清楚 你没有在看的分页 今天呢都会一一的带到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在用的App 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一个 去把它从背景里面划掉 这件事情呢 对iPhone来说完全是多余的 那为什么有一些人 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呢 原因就是因为过去呢 手机在记忆体 它的调度啊分配上面 没有像现在做得那么好 现在就算你iPhone背景 里面有非常多的App 同时在执行 它也不会占据你太多的记忆体 苹果官方呢也有解释过说呢 这些你没有在执行的App 它们是会冻结在你的背景里面的 那冻结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再次需要 打开Instagram的时候 它不用再载入一次了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滑到我的背景 它现在在背景里面啊 然后呢我再一次把它打开的时候 它会直接跳出这个画面 可是如果今天把它滑掉的话 我再一次把它打开 它就需要重新载入了 就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快速载入的画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我自己平常在使用iPhone的时候 也不会刻意的把App 从背景里面滑掉 除了Google Maps这个App以外 大家都知道Google Maps这个App 非常的耗电 尤其是你今天在导航啊 或者是你在找路标的时候呢 它如果今天在你的背景 它可能也一样在吃你的资源 然后今天比如说你在导航的时候呢 你的左上角就会出现这个蓝色指标 就代表说它现在正在帮你导航 那除了Google Maps这个例外之外 平常如果你在App里面遇到卡顿啊 或是不顺的状况的时候 你也可以进到App来把它关掉 不过这个部分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 就是如果你当掉的时候 就来这边把它滑掉 然后再一次打开 可能就可以让它重新整理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非常担心 某一些App老是在背景里面 吃你的电啊 吃你的网络流量的话呢 可以到设定里面 把它的背景重新整理强制关掉 首先呢我们打开设定 然后呢我们去找到一般 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去找到中间 有一个背景App重新整理 这里 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一个App 它旁边都会有一个绿色的按钮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重新整理的开关 如果你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在你 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 在背景偷偷的重新整理的话 你就可以来这边把它关起来 那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推播通知给你 因为它没有办法在背景里面接收资讯 所以要关呢 也要关一些比较不太重要的 然后平常你也不需要接通知的App 像是Netflix 总之呢有一些不用及时更新 或者是你觉得不用通知你的App 你就可以来这边把它关起来 当然差别可能不是那么的显著 因为其实iPhone自己在调度记忆体的部分呢 已经非常强大了 所以要不要开呢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差别 然后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你已经一阵子没有在用的App 要怎样让iPhone自动把它删除呢 那这个部分呢 就算它自动删除了 它一样会在你手机里面 例如说你一阵子已经没有使用这个天气预报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右边有一个下载键 那当你例如说两三个月后 要再次使用这个App的时候呢 你就再按一下这个下载键 它就会自动下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 因为平常它就不用占你的记忆体 只有在你需要它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把它下载回来 那要怎样设定这个功能呢 首先我们到设定里面 然后呢我们去找到App Store 在这里 然后在下面呢 有一个卸载未使用的App 把它打开 它下面就有写说 它会自动移除没有在使用的App 但是它里面的文件跟资料都还是会在的 就例如说 你今天玩一个游戏玩到一半啊 你的分数是多少 然后你可能两个月没有玩 它就自己把它删掉了 然后当你再次把它载卸回来的时候呢 你的所有记录 还是会保留在你的手机里面哦 那看完App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Safari 在Safari我们平常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扰 就是要如何一次删掉所有的分页 对不对 来教大家 就是首先在网页的右下角 我们打开所有分页的视窗 然后我们长按完成 这边就会有一个关闭所有分页按钮 点下去它就会关闭所有的分页了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如何让iPhone定期的删掉 你没有在看的分页 首先我们到设定里面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Safari 在这里 Safari往下滑 这边呢 有一个关闭标签页的选项 我们把它点进去 这边它会让你选一天 一周 还是一个月之后 所以就看你想要让iPhone多平凡的删除 你没有在看的分页 那我自己呢 是选一周之后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关闭背景App 还有Safari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